女性同时遇上爱情骗局和借贷骗局的遭遇在天立宗 首都一名会计书记和自称是英国华侨的男子 才相识一个多星期 对方就以父亲死后留下200万令吉的赔偿金为誉尔 诱骗事主借出1万多令吉 为了贪还亲友债务 事主还坠入借贷公司的骗局 迟到一年多后 事主才发现一切只是一场游戏一场局 42岁的杨女士曾有一段十年爱情长跑 男友却突然消失无踪 直到在脸书上结识了一名 自称是英国华侨的男子Austin 以为爱情柳暗花明 却没想到事与愿违 事主在记者会上指出 两人去年4月在脸书结识互生情愫 相识11天后 男子声称已故父亲生前从事油气行业 留下了一笔高达200万令吉的工作赔偿金 但需要事主借出6000令吉 以缴付通关许可费才能获得赔偿金 就这样 先是一笔6000令吉 再来一笔3000令吉 用来开设大马银行户头 然后又一笔1000令吉 为对方在沙巴逗留的酒店买单 最后一笔1000令吉 则用来缴付稳件费 整整11万令吉的税汉钱 会给了素未蒙遍的男子 直到一年多后 事主才惊觉勇诈 我有问他 我可以过来来找你吗 因为我要需要 当时我很怕我需要 来证明他真的没有骗我 不过我身上又没有钱来买机票 我没有办法过去 他在哪里得点 买机票去哪里 我买机票过去沙巴 沙巴 因为他一直给很多女生讲 很多写真讲 他钱没有拿到这样那样 等到去年等到今年 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事情不止于此 当初为了借钱给男子 事主向亲友借钱 为了偿还这笔债 事主却误罪了一家网络借贷公司的骗局 过后我看到Facebook有一个接论的贷款公司 我本来以为可以接到几千块来还我亲戚朋友 还有多少就还多少 不过又一直给他们 市主上个星期已经到交赖警局投报 希望借此提醒民众引以为见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纳都斯里张天赐指出 从今年一月之间 他共接到13宗类似事件 涉及金额高达330万令吉 他促勤女性 尤其是单身女子 务必加倍小心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